各位稍安勿躁吗 我调查过 我给的这个价格非常合理 我只是拿走了各位七成的利润而已 不是爱剩三成吗 我呢 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 现在能吃下这么大铁量订单的 全世界仅此一家 你们可以选择不签 但是最终的结果 就是你们的新品会延迟上市 你们的对手会抢走你们很多市场份额 甚至可能经此一战 培养好用户习惯 直接让你们再也没有竞争力 那个时候 公司都得倒闭 还谈个屁的利润 我要价高 一是因为我有这个资格 二呢 也是因为你们之前逼人太甚 不给我机会 不过我还算是良心的 最起码我还给你们三成利润呢 如果我说一成利润都不给你们 甚至还要加价 你们不答应 我就联系你们的对手 替他们搞技术升级 在这一代产品直接把你们干掉 你们是不是最终含着泪 也得答应我的所有要求呢 十三不搞虚的 就明着告诉你们 你们付了高价 还得对我十三感恩戴德 这就是十三的羊毛 甲方代表们无奈 最终 只得妥协按照十三的价格 重新签订了合同 十三算了一下 不光以前的客户回来了 甚至连富土康应有的客户 也全跑十三这儿了 而且代工的利润 比之前高了好几倍 十三当然不满足于此 他马上联系上马唐 马上让默讯那边的人 把红信重新签走 所有客户的消息放出去 重点强调富土康 不光没能抢走我们红信的客户 还把自己的客户 全部给弄丢了 今年的电子代工业务 我们红信电子厂 将远超富土康 成为世界第一 是 紧接着 十三又联系了韩利 让证券部给我做空富土康 往死里做空 不收到我的命令就不要停 我这边还捏着一个 巨大的利空没出呢 对 老板 当天 铺天带地的富土康 负面新闻发了出去 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了 富土康停工停产 还丢掉所有订单的事情 很快富土康股价硬生下跌 再加上默认资本 迪证券部进行疯狂的做空 两天的时间内 富土康股价暴跌60% 而就在这个时候 十三找到了杀金 再次商谈买地的事 啥事 我们的流水线技术 已经升级完毕 比富土康的水平还高 已经有能力 完全取代富土康了 只要你把那块地皮给我们 我向你保证 不出一年 我就能在阳城搞出一个 200万员工的世界第一大厂 听到十三的叙述 杀金内心也狂躁不如 红星才是大厦的亲儿子 富土康 那顶多算是个领养的 现在十三已经证明了 他有能力吃掉富土康 杀金没有理由不帮他 不仅要帮 杀金还要帮一次大的 你说的那块地 加上你们厂旁边 那一千公顷的地 都批给你了 为了咱们大厦的经济繁荣发展 我觉得我不能再束手束脚了 另外 我会再送陈总一份大礼 什么大礼 很快你就知道了 郭总 不好了 我们隔壁的地块 被红星电子厂给占了 什么 说清楚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 我也不知道啊 是工人们上班的时候 就发现那块地 被红星电子厂给占了 现在正在大兴出没呢 怎么可能 杀金不是说那块地 不会用于建造厂房吗 咱们都要了好几次了 杀金都没给 怎么红星跑过来建厂了 老板 我刚刚打电话问过杀士了 他说 这块地的用途 刚刚被商店改正 恰好红星电子厂 需要占卖给他了 他还说 红星电子厂 要在这块地上 结合原来的厂房建造处 能容纳200万人的 东方第一大厂 什么 去那边看看去 杨厂长 有几个家伙跑来闹事 吵着嚷着要见你 是什么人啊 是我 郭泰明 原来是郭总啊 是来参观我们的工地的吗 欢迎欢迎 我亲自陪您参观参观 毕竟我们的心流水线 还得感谢郭总您呢 不是吗 只需要你陪同参观 你说三小啊 靠北了 我有同意你在这里施工吗 不对吧 郭总 地势官方的 我们走的正经途径 申请下来的 我们施工 似乎不需要你同意吧 杨天哥说完 将土地出让合同 递给了郭泰明 郭泰明将合同扫失一点 气上加气 靠北了 麦见笑 杀金那个王八蛋 出而反而 梁天哥你给我听好了 现你们今天之内撤走 不仁 别怪我不客气 我有一万种办法 让你动不了功 是吗 奉陪到底 冷风 冷队长 这里有人威胁我的人身安全 现在我命令你把他给我插出去 是 郭泰明 你听着 我已经放话给全阳城地下的人了 但凡他们有一个敢接你单子 来这找树的 第二天就有人把他直接活刮了送我这儿 你信不信 郭泰明顿时不吭声了 带着人忍着痛灰溜溜地回去了 郭总 难道我们就这么散了 咱们未来最大的计划之一就是弄到这块地 把富途康搞成东方第一大厂 现在被红星给抢了 难道咱们要放弃原定计划 事已至此 我建议还是从长计议 想办法在别的地方弄分厂 抢夺市场份额吧 分厂 200万员工的东方第一大代工厂一开 国内直接就能被吃走一半的市场份额 到时候 全世界最有实力 利润最高的大企业第一选择只会是红星 到那个时候 我们连单子都接不到 或者只能接散单 哪里还需要什么分厂 不但不需要分厂 如果放任红星继续发展下去 怕是连外国代工厂的生意也会被13强走 那我们该怎么办 去找杀金 无论用任何办法 必须把这块地要回来 就算要不回来 也坚决不能让红星开发 杨诚师傅 杀金的办公室内 13正与杀金畅谈未来厂子的规划 杨诚哥给我打电话了 如果我没猜错 应该是我们的郭总有消息了 听听看 陈总 郭老板被我丢出去了 现在估计是领这一大帮子人杀到了师傅去了 看样子是咬心识问罪啊 嗯 知道了 你继续工作吧 我觉得一会儿郭总肯定会对你一通发谎 并用转移场子这件事要挟你 哼 他干这种事儿 不是一次两次了 每次我都得哄着他灌着他 搞得就跟我是他的舔狗似的 不过今时不同往日了 红星能完全吃掉富土康的市场份了 我们已经不是非他不可了 希望郭泰明一会儿来 能认清楚自己现在的状况 我看难 毕竟十几年了 都要习惯了 思想一时半会想转变过来 真的太难了 啥事啊 你还是做好思想准备吧 没关系 今天我会给他狠狠地上一课 让他知道知道 我杀金并非没有脾气 杀士 你不是说那快递不做建厂用途吗 怎么现在这快递批给红星建厂了 我们有自己的规划 至于怎么规划 不必郭老板操心 杀士 你不是不知道那快递 是我们富土康的未来吧 那快递就紧挨着我们富土康 你现在把它批给红星了 我们以后怎么办 大家都是企业 公平竞争 其力发展吗 再者说了 你们富土康不是现在停工停产了吗 就算批给你 你也用不上 你别管我用不用得上 你现在把地批给我 我保证用得上 市里还有很多地 你想要的话 可以申请别的吗 何必非要那一块 不行 绝对不行 我绝对不能容忍红星 在我们富土康边上建厂 那快递那么大 建成之后肯定会是东方第一大厂 我的客户知道了 百分百会叛变跑到红星去下订单的 我把话放这儿了 要么把地批给我们 要么红星也不能开发这块地 这两个选择你必须选一个 不则 我们富土康将彻底撤出阳城 永不再回来 以往十几年 郭泰明说这句话 几乎是无往不利 毕竟之前的大厦经济太弱了 他也需要富土康这种大厂来拉动经济 带动科技发展了 故此 每当郭泰明要挟要撤退 杀金也好 之前的领导也罢 都得跟天狗红女神一样 乖乖地答应他各种无理的要求 杀金其实早就受够这种生活了 不给地就撤出阳城市吗 对 我们厂有三十多万员工 能提供低中高各种职位三十多万个 养活三十万个家庭 并且能带动上下有产业链几千个 我们撤出去了 是对阳城的一大损失 郭泰明 你觉得你在我们这儿开场 在我们这儿大赚特赚 还是你能赐给我们的了 难道不是吗 我要是去南侯国建厂 这比钱大下赚得着吗 好好好 郭老板 我现在才知道你的想法了 很好 让你压在老子的地盘上建厂赚钱 居然还觉得是你连赐给我的 什么玩意啊 省废话 赶紧问选一 我时间有限 姐 我肯定会给郭老板一个满意的答复 喂 是我杀金 你们来我办公室一趟吧 我肯定会给你整个人费的